旋转跳远 我闭一阵眼 趁小看不见 你沉醉了没 滴滴滴滴滴 小伙伴们大家好啊 我是阿阳 有许多老师都是表面上很严肃 但私底下会有可爱的举动 不知道大家在学校里面 有没有碰到过这样的老师呢 可以在视频下方留言和阿阳我分享一下哦 今天 负责教导学生们礼仪课程的捷克老师 卧病在床 为了不耽误学生们的学习 他拜托自己的弟弟 Tony杰来代课 Tony杰 本是一个举止优雅有品味的理发师 不过今天的他 看起来似乎心情不太好 看 他眉头紧簇 这一切可能和他之前在村子里面遭遇有关 他又看到了那只求他帮忙生发的傀儡 烦躁的一脚把他远远的踢开了 孩子们始终很贪玩 不愿意上课 还在翻窗的时候翻断了腿 Tony杰没有身为教师的耐心 一想到自己还抱着熊孩子去医务室 烦躁的恨不得当场把他给掐死 医务室的消毒水味道难闻 Tony杰想出来透透气 可惜半口气还没有透出去 熊孩子们又来了 他们为伙伴带来了拐杖 即便是皮断了腿 只要有拐杖 在医务室也能跳皮筋 Tony杰又开始重新烦躁了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 哥哥的学生们 为什么会如此专注于玩耍 又克制住体发学生的冲动 Tony杰暗自叮嘱自己 完全克制不住 收拾完几个熊孩子 Tony杰的脸上终于展开了一丝笑颜 看 他在微笑 心情没有那么差了 Tony杰又成了那个举止优雅 有品味的理发师 即便是遇上了再次来讨要 生发秘诀的傀儡 依旧能够和颜悦色 Tony杰老师 能不能叫我生发的秘诀 快滚开 你这个光秃秃的小东西 Muah Muah Muah